据称黎巴嫩的国家电视台有消息说呀 说珍珠党的武装力量呢 就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F-35I 这事儿要是真的的话 那可真是件大事儿了 甚至还有消息就说呀 之所以能够击落这架F-35I呢 但是借助了中国雷达以及技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顿评 就这个消息说呀 以色列这架F-35I呢 在离以边境飞行的时候呢 被珍珠党突如其来的地面防空导弹给打冲了 以色列呢那边是承认了这个事情 黎巴嫩的国家电视台也确认了这个消息 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有太多的疑点啊 首先是还没有找到以色列官方承认F-35被击落的这个消息 另外呢它也没有更多的后续报道 按说这么大的事情啊 要是首次被击落之后 肯定是这个消息会非常的多呀 那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后续消息也就没有了 看样子这个事儿真实性不太大 而且呢它也没看到后期的什么公布残骸呀 你说如果要真打下来了 那珍珠党一定会高调展示这些残骸呀 公布这些消息啊 这个是对以色列以及F-35飞机的重大打击 所以呢我就认为啊 这就是个假消息 要么是舆论操作的一个手法 要么就是纯粹的网络谣言 总之是不太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过这话又得说回来啊 说珍珠党它有没有可能击落F-35呢 咱要客观的说啊 还真是有这个可能性 珍珠党啊 是反以色列武装组织中算是比较强悍的 那背后那就是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 珍珠党那边 它除了这个单兵的防空导弹之类的啊 还有伊朗支援的猎人2C地面防空系统 这个猎人2C呢 它这个导弹啊 它实际上是从美国标准伊防空导弹来的 它是一种中远程的防空导弹 这伊朗改进而来 据说这个性能有很大的提高 它可以放到这个现有的这些防空系统之中来使用 那除此以外呢 珍珠党还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联合 使用伊朗最先进的3月15日防空导弹系统 这个呢 是伊朗自主研制的一种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它配置的那个纳吉姆804这个向空阵雷达 那是一种无缘向空阵雷达 探测距离呢 可以达到200公里 最多可以同时跟踪超过50个的目标 并且呢 引导其中的6枚导弹去打击6枚目标 而且这种雷达呢 是对隐形目标有一定的搜索和侦查能力 有分析就认为呢 叙利亚呀 它那边曾经采购过咱们中国的GY27A雷达 这个呢 虽然是一个比较老的型号吧 但是呢 它也是一种反隐身雷达 那么叙利亚和珍珠党进行密切合作 搜索监视以色列的F35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选择合适的机会 比如说F35它在做机动啊 或者是打开舱门 投弹的时候啊 那珍珠党这边 得到叙利亚这边的信息支持之后呢 它就有可能 去发射这个地面武器 去打击F35 还有分析就认为啊 说这个巴基斯坦 向中国是采购过这个 YLC8E型反映身雷达 这种雷达就比较新了 伊朗呢 也可能通过了一些渠道 获得了部分技术 通过逆仿制 用于改进他们3月15日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 具有了比较强的隐身目标搜索能力 要说这个叙利亚 伊朗和珍珠党啊 它原本都是什叶派的一家人 那么彼此支持 彼此的配合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你说想协调啊 这个作战啊 协同作战去击落F35 这就是弹劾容易的一个事情吧 咱们先不说这个导弹系统本身行不行 就说他们之间的彼此这个数据传输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所以呢 综合来看 在现有的情况之下呢 去击落这个F35I的这件事啊 真实性不高